柯文哲 您最近有沒有跟他見過面 有沒有談任何合作計畫 或是合作可能 柯文哲主席 我們是個老朋友了 那麼 我們有非常順暢的溝通管道 因為他出國 他只要找我 他就找到我 我出國要找到他 都會找到他 我們溝通是很順暢 那麼 我預祝這一次他美國之行 能夠順利成功 回來 我當然會找到好好的聊一聊 跟他交換一下 我們彼此之間在美國之行的 一些心得的交換 柯市長是一個非常有領袖魅力的 而且具比我們8年以上的 台北市行政首長的管理專長 他青年 他努力做事 那麼 我認為 我很多地方可以跟他學習 請教一下創辦人 就是說 這兩天的新聞 甚至可能就是 您不在台灣的這段時間 一直有說 其實國民黨 早就已經有內定 而內定的人選就是侯市長 那您有沒有覺得 我發現很多媒體寫到 被仙人跳 或者是覺得不公平 還是被騙 或被突襲 因為 媒體比較多用的是 大概有5家媒體 都是用仙人跳 這樣的字眼 所以我就如實陳述 那我請 有請創辦人來回答 是 這個 我太太在做 這個問題我最好不要回答 這開玩笑 我的回答是 不會 因為 我跟國民黨的 朱主席 以及 黃建人民主席 都有非常 暢通的溝通管道 而且最近 我的民調 也一直在上升 我相信 朱主席 會很公正的 徵召 民調 最高的人 因為 最想要讓 國民黨 勝選的人 就是他 那 下一題 第二題 其實也跟前面這個 國民黨中央有些關係 喔 那這個問題就是說 那 黨中央 有跟您提到說 什麼時候 會進行民調 或者是 徵召的日期 是不是有媒體寫到說 六月份 會不會覺得有一些晚了 黨中央 還沒有跟我聯絡 我也是從媒體得知 大概在 5.20之後 到6月初 所以 黨中央在這段時間 會根據 各家的民調 作為重要的一個 決策指標 所以我請大家 在 接到民調電話的時候 就要表達 唯一支持 郭台銘 謝謝你 那如果說 剛剛因為聽起來是非常的有信心嘛 對於 不管是剛剛你也提到了 民調覺得是往上走 是有信心的 但是現在呢 我是還挺想要問 有媒體寫到說 其實有人 或是民間的聲音 期待到郭宏佩 那如果說是這樣的情況下 國民黨曾招您的話 您有沒有可能會邀請 侯市長來 擔任您的副手 我想 在這一次 這個 2024的 總統選舉 我目前來講 我對兩件事情 很有信心 第一件 是對於 2024 在野大聯盟 能夠贏得大選 我充滿信心 也對 朱主席 能夠為 在野大聯盟 找出 最強的候選人 我充滿信心 在這兩大 信心之下 我想這些問題 都很容易解決 但如果反之 因為也有民間 傳出一個聲音 那就是相反 那就是 侯郭佩 那有這樣的聲音的話 您怎麼來看 我還是 這兩個信心 第一個 我對於 在野大聯盟 贏得2024的 選戰 我有絕對的信心 第二個 有位朱主席 能夠為 在野大聯盟 找到最好的候選人 我充滿信心 所以 還是這句老話 在這兩個信心之下 我想 所有的問題 它都是 容易解決的 那我要問一個 因為您剛才提到 有信心 那您對您自己 最近的民調 當然有贏的 那可能有些 也許是在 落後一些的 您怎麼樣來看 您自己 對自己的信心 我想 我在信心 我剛剛已經在 日本的訪談報告 美國已經談到 我最近一年多 兩年 都在思考這個問題 從我自己買疫苗開始 我就發現到 我心中 是不是都有人民 我們 人民選出的政府 人民選出來的總統 他要不死 無時無刻的 不再人民 不再提為人民的 生命財產 必須負起他最大的責任 美國如此 中國如此 全世界的政治領袖 都如此 所以一個 總統 必須心中 要有人民 第二 要考慮到 我到底能夠為人民 做些什麼 我到底能夠改變什麼 沒有錯 大家都說 我是政治的新兵 其實 政治的新兵 可以學習 但是 改革的決心 我對自己 是充滿信心的 那我聽到 那個這個 信心的宣誓 那下一題我想 應該也會是 您比較自信的 關於經濟層面的問題 那有媒體有問到 他這個是國際媒體 有講到這個 中美的科技展 那也提到說 那如果陸方在 星期二的時候 突然宣布 啟動貿易調查 那被解讀是 中斷ECPA的起手式 那您對陸方行為 怎麼樣解讀 還有您對 我們的經濟部的 處理的步驟合格嗎 怎麼解讀 我希望這一次 貿易調查的結果 最終不會導致於 中斷 ECPA ECPA 已經施行了13年 為台灣省下了 2600億的關稅 中斷ECPA 對台灣的 傳統產業 農漁業 會造成巨大的衝擊 這也凸顯了 維繫兩岸 關係的重要性 民進黨在 這方面 是無能為力的 但是我個人的看法 必須回到 WTO的架構上 來處理 經貿活動 是一個互利互惠的行為 靠單方面的讓利 它是一個不可持續的 很高興 中國大陸 願意依照 WTO的規範 來處理 兩岸經貿的行為 我覺得 是理性的 所以我希望 中國大陸 將來在 兩岸的 各項問題上 都能夠依照 理性的態度 來處理 這是我的看法 下一題 第五題 我想要請教一下 因為這個人民出現的也是 比較敏感一點 但是因為最近也有很多的媒體報導 那就是 柯文哲 您最近有沒有跟他見過面 有沒有談任何合作計畫 或是合作可能 還有也有民間的聲音說 那郭柯佩有沒有可能 柯文哲主席 我們是個老朋友的 那麼 我們有 非常順暢的溝通管道 因為他出國 他只要找我 他就找到我 我出國要找到他 都可以找到他 我們溝通 是很順暢 那麼 我預祝這一次他美國之行 能夠順利成功 回來 我當然 會找他好好的聊一聊 跟他交換一下 我們彼此之間 在美國之行的一些心得的交換 柯市長是一個 非常有領袖魅力的 而且具有8年以上的 台北市行政首長的管理的專才 他青年 他努力做事 那麼 我認為 我很多地方可以跟他學習 那創辦人 因為您剛剛講到 您跟柯文哲是溝通沒有障礙的 那我額外問一題 有媒體朋友提到 TVBS問 他在講說 您跟馬英九溝通上有一些問題 是不是屬實 好像聯絡不上 有沒有這樣的事情 我的秘書把我手機給沒收了 但我現在可以打個電話給他 來證明一下 他會不會接我的電話 我想 媒體的報導 都是 對我們的鞭策 對我們的知道 我相信 這個 很多事情 啊 謠言是 將來會不攻之魄的 我們 我們 今天重點不在這裡 謝謝 第六題 也跟馬前總統有關 那就是 您之前出訪美國 又出訪日本 那會不會也跟馬前總統一樣 下一步訪問大陸 我暫時沒有這個計畫 但是 只要為中華民國有益的事情 只要為兩岸和平有益的事情 只要對兩岸的經貿交流有益的事情 我都會盡我的權力去推動去執行 我希望 兩岸 能夠朝著和平 經濟的發展的路 來向前 進行 下一題 第七題 我們想要問一下 那就是最近其實 還有一個重點 那就是國民黨立委部分選區要來進行初選了 那您有沒有可能會現身幫忙站台 會 我非常了解 2024年 政黨輪替 如果國會不能過半 我們必須要讓國會過半 所以只要是非綠的朋友 我們都一定會支持 我一定會替他們站台 但是 我也要遵從黨中央的指示 應該跟誰去站台 只要 我講過 黨中央指示 我一定盡我的權力 現在我反正準備好了 隨時可以到各地去 把我的經濟成果 科技的經驗 這個 台灣的產業的未來 我最近就好幾場 要跟台中高雄的中小企業 我剛剛沒有給大家報告 去到日本去 我看了很多中小企業 這些心得 在今天的記者會 時間不夠 我在後面的幾場 我剛才講 我們在加拿平均會 一個禮拜 兩場的速度 不但下鄉 我順便 因為台灣 我講過 和平要靠尊嚴 尊嚴的後盾是經濟 經濟的實力要靠科技 如果這些沒有 我們取到的和平也沒有用 所以您剛剛也提到了 會接下來出訪美日 然後暫時沒有訪中的這樣的計畫 那接下來大家也想問說 那會不會針對立院的這些國民黨團 國民黨籍的立委來進行請益之旅 當然我要請益的對象 是國內我們政界的大佬 當然藍營優先 柯主席也是大佬 還有 有一些過去 甚至有一些民進黨的大佬 比較中性的 我都會跟他請益 那麼另外 是政界的大佬 還有各地方 有政治影響力的大佬 我都會去請益 另外 對科技界的前輩 我們產業界的前輩 我都會向他們 來去請益 我們怎麼樣把台灣建設 從一個可能即將變成的亞洲的彈藥庫 變成一個澳視全球的科技島 這我想跟 這要集合大家的力量 來整合所有的資源 我有信心 這工作 這是我推動工作最主要的目的 我有信心 只要集合台灣的 這些 所以產官學這些政界的領袖 大家可以防造日本 防造世界很多先進的國家 我相信台灣 未來 不是夢 好 今天我知道 您待會還有行程 也是包括了 有這個請益之旅的行程之一 所以今天的記者會 目前在這邊告一個段落 那麼是不是最後 再跟大家信心喊話一下 在跟媒體致謝之前 還有沒有要信心喊話一下的 我是希望 全國兩天上班的同胞 對郭台銘要有信心 我要用我 畢生累積四十幾年的人脈經驗 所累積出來的智慧 結合台灣所有重要的力量 我們為台灣的未來 建設 貢獻我余生的權利 今天再次的感謝各位 來歷領指導 您的指導 您的批評 就是我成長的養分 我在這裡還要跟各位鞠躬 謝謝 謝謝